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花莲的历史样貌 酒吧里座从10号开始邀请在地的六家老店 搭配一连串系列活动 展开花在时间里老店连展 希望可以带领民众走进历史的回忆当中 来到位在花莲市光复街98项当中的酒吧里座 放眼望去都是老店所带来的历史点滴 这是他们从10号开始所展开的花在时间里老店连展 酒吧里座它是一个花莲在地的生活展台 那主要它我们想要分享就是花莲在地的故事 我们就想说那花莲很多的老行业老店家 它其实慢慢的视为 那我们想说从这个方式去让大家认识以前的花莲 它的样貌跟现在这些老店精神内容的背后的故事 特别邀请到包括德力豆干 锅容市火腿 根深日报 燕山印刷 风心饼铺 花莲馅饼等六家花莲在地店家 透过文字叙述或历史照片 回忆起过去的心酸血泪 今天展出的空间比较有限 所以带来就是我们以前 就是在豆腐店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的模具 对 那这个模具的历史大概应该有四十五年以上了 对 然后以往的模具都是直接用木板 然后钉上这个铸铁 直接用这样子去做 做成一个模具 跟现在的那种不锈钢的模具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有看到我们的那一台车子 随着时光流逝各行各业都已经成为花莲的经典老店 这些不仅是花莲的文化意象 生活缩影 更是地方发展的记录史 那我们就是讲花莲的老故事 从花莲港 还有从我们的东铁开始 所以衍生会有花莲产业兴盛的一些内容 那游客可以到这边来看到故事之外 我们也有一张地图 就是这个地图呢 是 分别是讲花莲的在地景点 那这些景点有很多的老建筑啊 老店 老雇 老教会等等的这些景点 那你可以游走在里面之后 可以对照这张特别设计了一个老地图的叠图 那像我们酒吧里座本身 就是一个地方法院的宿舍群 在日之时代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照 以前它是什么地方 现在是什么样 酒吧里座这一次除了花在时间里老店连展 也策划出老城漫游 闹市集等系列活动 希望能够带领民众看见花莲在地的历史样貌 这次展览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向酒吧里座脸书本身专业来查询 借学书的情 花莲市报道